大家好,我是比比,光大新雄機財富管理策略師Kenny 首先要多謝大家 因為拍攝時間是星期五,貼近6時 我剛跟郭Sir他們做完節目 有7000人,是7000人同時在線 我真的覺得很厲害 給我好大的鼓勵,多點上來 閒話小說,因為我約了郭Sir和阿倫sir去吃飯 所以今次是簡短版 盡量想把我說的東西都說完,立即去吃飯 大家都想我吃一頓好 簡單來說,今天的市貨 算是差了,差不多是最低位收市 跌了超過1000點,亦失手了29000 之前我們猜中了會調整 記得嗎?我說 如果恒指處於50天線以上,10% 過去10年,每年都不出現一次 但出現了,肯定跌 但問題跌多少呢?我都預計不到 當初說,希望29800、30,000點 守得穩,結果當然不是,現在還在跌 最新判斷 我覺得可能還要說,不是 跌了這麼多,但一兩天是正常 但似乎今次的調整還未完結 但不用想得這麼灰心 我給出的位置,無論如何都要做些分析 我們就要看,大概在28000至28500 這個位置應該是有機會成功捉底 怎樣來的呢?很簡單 第一個是10,000線跌了 20,000線跌了 然後是50,000線 大概在28500至28600附近 另一個要更加留意的,大概是28,100至28,200 如何計算出來呢?坦白說 其實一直以來我們做多分析 都是覺得由25998升上最高3183 然後調整多少就用不同方法計算 但我們曾經提出的概念 如果這個浪不是這裡開始計算 而是9月底的時間23124 整件事就很不同 由23124升到31183 就算整個浪未完結 出現調整,可能是0.382或0.5 其實都可以再試低一點 所以用一個所謂的平均線分析 以及用這個所謂的黃金比率分析 初步判斷在28000至28500就會成功捉底 只是看著幅圖,我都會說 有幾個因素 解鈴還衰是鈴人 為甚麼洩跌? 第一是波波 波波就是加印花碎 但這件事影響性是否真的大 人言人暑 以及既定事實 我們不討論這個 另外兩個因素是美國債息上升 美國債息上升 原因是甚麼和怎樣影響? 大家知道我不覆述 早知是對一些新經濟固 科技股是會利淡的 第二是人民銀行的收水 大家知道新來後就會收 想不到你收得那麼狠 上星期一個星期 即是四星期四星期五 收了3300億 市場當然害怕 將兩方面加起來 美國擔心通脹上升 影響到貨幣政策 會邊際逐步慢慢收緊 另一方面 作為全球第二大國家 即是中國 它有些貨幣中性化的陰霾 兩方面加起來 全球最大的兩個國家 都有機會收水 這一輪的升浪 就是資金流動所推動的 既然資金推動 現在又告訴你 可能水源有些干擾 不要說干擾 有些沒有那麼多 自然是否有些影響 所以我們未來只要看這兩個因素 我暫時判斷 國債到現在 我假設高位做過1.6米 再上空間 我希望 主觀願望 並不是太多 因為我已說過在節目中 因為如果現在是低息環境 每個都是好息之徒 會怎樣 哪裡有好息 哪裡有好的產品 有收息的 我就去買 對不對 對於一些日本投資者 機構投資者 歐洲投資者來說 它的債券價格 債券息率 是很低和很低的 如果美國國債去到1.8米 1.9米 2.0米 其實2.0米都很大 去到這麼高 當然會沽其他債 去買美債 買美債時 美債價格就會上升 或起碼不下跌 繼而令到息率的上升空間 受到壓抑 第二 我經常說 讓媽媽 人民銀行 都要看著整個經濟 以及股票市場 我都說得明白 是不會強力加大水 亦會看回時況 令到經濟運行 有足夠的水源 所以你見到 改了口風 大家不要在意 一些數量的變化 究竟是收水2000億 還是放水3000億 最重要是看著 譬如逆回購 中期借貸便利利利率 有沒有改變 那真的沒有改變 所以很難說它真的收水 變相 如果市場跌一些 或經濟放慢 其實它都會鬆手 所以這兩個拖累恆生指數下跌的因素 某程度上 都不是在三個月六個月的角度來說 惡化得那麼厲害 而我知道恆子說過升得多 升得多當然跌 跌下來便擠走了泡沫 所以用不同的角度 包括技術分析 基本因素 包括國債息率的變化 人民銀行的貨物政策決定 和恆生指數本身都擠走了泡沫 我又不是這麼悲觀 仍然相信 都是一直升上來 一個短期或不是短期 或是一個中期的調整 某程度上 如果你覺得這只不過是一個調整 其實是給大家機會去買東西 又或者重新配置資產組合 大家經常說 你這個肥仔說的東西 那麼保守 東西全部都買不到 其實我們只是在等這個時間 所以當然有很多投資者坐了課不開心 但我心裏 我不是少一些投資者 但我心裏是開心的 因為忍了你幾個月 終於到我可以買東西 我就是這樣 升市的時間 我不出聲 我又永遠不追 但跌市的時間 我又很變態 不是很受市場氣氛影響 當然我認為是未跌完 所以就算買 都是要選東西買 還有慢慢買 這樣就不用急 有甚麼可以留意 趕著吃飯 所以隨便說 不是隨便說 我快速說一隻 我們之前提過的2130加弘 好 看圖 近來帥氣 今天恆指跌1000點 它有得升 你以為是反向ETF 不是 它是一隻股票 第一 它不受剛才的因素影響 第二 它真是整體的基本因素好 如果大家想知道它是基本因素的話 看回我們之前一段片 就有詳細說 它很明顯是 叫做加雲物流 它是做物流的 有兩間大公司 包括連卡佛等等 就是它的大客人 它是做中高端物流的 如果信封 會否收購它 那就過濟了 這只是開玩笑 之前已經發佈了刑起 我都跟大家說過 是一定有刑起的 你去年這麼好生意 怎會不刑起 以及我們見過管理層三次 不斷跟進業務發展 現在你說有什麼炒作空間 來 刑起就公佈了 即是三月份公佈的業績 肯定不會差 不過是 都已經發映在股價上 但會公佈派息 如果大股東持有這麼多 而上年2020年又賺這麼多錢 你不是那麼守緊不派息 即是益我又益他 所以變相來說 在現階段 我們見到業績 一定有保障 不需要擔心 繁小事情 繼而 它亦做了很多不同的方案 你看到海南方面 有公告出 所以業務不斷推動 還有一個息 可以衝勁的話 我覺得可以留意 不過我跟它無緣 坦白說 之前我們第一次推介 其實是半新股 不是上市很久 我們第一次推介 就說3.7元 進取可以買 3.5元 就像我這些 這樣搖底就可以賣 結果就落到3.6元 就上去 然後我記得是6元左右 我們第一個目標 下跌的時候 我就說5元可以買 壞鬼 跌到5.07 就上去 去到第三次 就8元 我在我Facebook說了 那天來計 因為我本身覺得事件會回調 所以說8元可以先吃一點 代代平安為主 現在我只有幾次可以買 但是我講完次次都不到 如果我講低一點 即是不到 又或者它跌了很多 我覺得 是 reasonable 如果你可以有兩三柱錢的話 下7元以下的話 都可以分批去建倉 就先買一手兩手 如果真的 第一可以收息 第二可以令到你的組合 不是單單只是說新經濟股 有些傳統的東西 就可以令到組合更加平穩 以及面對一些波動來說 今年債息也是波動 科技股也是波動 全公營的科技股組合 今年都會很波動 所以加一些傳統的東西 會稍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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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時間大概說了這麼多 我剛才所說的股票 就是我沒有持有的 希望幫到大家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 以及記住去我Facebook 很多東西看 亦希望繼續支持國上的平台 下次再見 Bye Bye Bye